大家好,作字媒体的朋友 如果你想文字转语音,配音更加的方便,配音更加的真实 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这个视频,请看到最后 前两天我给大家推荐了,微软语音合成助手 软件使用较成,但微软语音合成助手 作者很久都没更新软件了 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也是调用微软语音接口 但这款软件的作者一直更新 而且比微软语音合成助手更快,功能更加强大 软件也是免费使用,此软件名叫TTS Blue 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本频道专门分享电脑方面相关使用技巧 如果可以的话,屏幕右下角点个订阅支持一下 我们先来到桌面,就是窝鼠标点击的这个软件 我们先打开它,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画面非常的简洁,免费使用,还连广告都没有 我看到很多人拿此款软件,到拼多多闲鱼的平台售卖 此软件功能很多 多人物语音 说话风格 角色扮演 语速音调,都可以调节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先找一段演示文案 粘贴进来 首先我们在语言这里 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语言 那我选择中文普通话简体 语音 选择小城试试 点击开始转换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XXX,我今年13岁,我是一名八年级的学生,能有这个机会面试真的很荣幸 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是玩电子游戏 我的爱好是玩电子游戏,因为玩它会给我带来很多快乐,但我玩它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开心 真不错,软件还支持批量文本转语音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 点击选择 导入这两个text文本 打开 把画面最大化看得清楚点 右边也是可以选择 这些人物说话风格等等属性 点击开始转换 很快已经转换成功 它自动保存在桌面 打开文件试听一下 我是一名八年级的学生,能有这个机会面试真的很荣幸 打开第二个文件试听 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陈某某,今年10岁了 没问题,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 这个功能真的很方便 还有其他方面的功能,大家自己测试吧 下载地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页面里 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电脑方面有不懂的地方 评论区留言给我,点个关注 我会很热心地帮大家解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见